現代人的孩子越生越少 也做成平衡學校越來越難做到學生 學校學生變成就能進出老師的領所的減少 以及學生的活動機會 或是表現相對的感覺 為了要改善這樣的狀況 企乎到了從100%到年開始 推動平衡小學校學生 看好共同上科的合作 那這樣的一個方案是全國所創 那舉的例子來講就是A校跟B校 那A校比如說就把三年級的學生帶到B校 那B校就把四年級的帶到A校 那兩校合起來學生不到20個 那那個班呢比如說以數學課 就一個老師來教 那另外一起帶過來那個老師做什麼 數學課裡面有學習比較弱的 就抽出來三個左右或是五個 那老師就個別的依照他們程度去教他 我們稱他叫做四性化 差異教學 教育中的電信會標示 一百空高行人找到四間 後上古力開車只要10分錢 同樣是一百人以後的小學校 透過兩校一組來進學 教育組員來每個學生的學習 可以有加新的學校 而且學校原本應該有的校長 夠一萬的福利也都不會減少 然後老師的部分呢 工作權力不會受到這樣的影響 我們還是保障他的工作權 那校長也是 那我想整個這樣的一個方案出來 再結合我們那個學生的學習品質的管制的一個機制 對偏鄉小校 不但把資源做有效的應用 同時學生的學習品質應該可以提升 電信會也強調 這個科學共學的界階 可以提升不一樣的學校 保障密保不足的所在 而且未來要聘請 體育、技術和人民專頁的專頁告訴 也能夠照顧現實的進學 讓學校有更大的調配空間 希望能夠保障學校的學生 在學習相賣減量一次 南天新聞 小明星 伺乎 蔡宏波德 背景 在學校中 三年 因為 他是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